來去 咱小姐來去 咱來去來去青年度假打工 朋友啊 度假打工是現在 青年最流行時尚的活動 別告訴我你還不知道 現在外交部已經和13個國家 簽訂的青年度假打工協定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全球跑透透 爭廣見聞 人生變得超級彩色的啦 所以接下來要跟你介紹一下 度假打工三部曲 協力再打分 度假打工首部曲 魔戒 不是啦 是出國前準備 俗話說得好啊 事前準備好萬事沒煩惱 出國前除了一定要有護照 度假打工簽證 還要買好旅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畢竟事先買好保險 凡事就有保障 當然最好是費額不用 但需要時就不用煩惱啦 然後記得千萬要記得 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填寫 出國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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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說三遍 這樣即使身在國外 也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喔 最後就是要收集資料 了解當地國的各項相關法規 好 準備好了首部曲的工作之後咧 咱們就出發吧 沒準備的不准出發喔 度假打工二部曲 出國後注意事項 沒有啦 看他啦 你走啦 好 我就不會接駕啦 好 你怎麼不會接駕 出國後到了當地 記得打電話跟家人報平安 打個卡 順便也要跟台灣住當地的代表處 或是辦事處聯繫喔 上建立雙重聯繫 有事情才能通知你 小明 人生在國外一切要入境水俗 所以一定要好好了解 當地的法令規則 這樣才能萬事平安不得起 還有 簽署打工契約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耶 避免做黑工 也要特別注意 雇主有沒有幫你買打工保險喔 不然啊 被耍了你還在那裡 老虎 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另外一定要注意 欺負無藥 老師在想 還不趕快 哇 重點 召起來 通通背起來啊 尤其交通安全最重要 在澳洲 英國 日本等 靠左行駛的國家 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啦 像過馬路時一定要注意 先看右 再看左 最好是兩邊都看清楚啦 開車的話 尤其要了解當地交通規則 和交通號誌 想了解更多資訊 你還可以上網查詢 交通部公路總局 青年度假打工專區喔 還有啦 出國前原來國內的健保 最好繼續保 另外再加買適合的 海外醫療和傷害保險 政府也已經開放 透過網路買保險啦 詳細規定可以上 金管會保險局青年度假打工 專區查詢喔 中共一股啦 只要七步五藥做得好 包你度假打工快樂出門 平安回家 最後度假打工三步取之 光榮歸國 回國後啊 心中肯定是酸甜苦辣 忘不了 那麼就趕快跟 親朋好友道修部 分享珍貴的 度假打工經驗和建議吧 總之啊 凡事傳好誰 度假打工就能Easy Go 想知道更多 度假打工資訊嗎 那趕快上 外交部度假打工 專屬網站查詢吧 來去 我們小叫來去 我們來去來去 度假打工囉 走啦 走啦